哈喽 大家好 我们要去买菜了 我要去买鸡蛋 我要去海外超市和大中华超市补一些货 看这是邻居送给我的口罩 我还戴着手套 那有网友建议我全程要戴太阳眼镜 我也会记住的 等会给你们拍一下超市的现况 大叔说嗨 这是我经常去买鸡蛋的一家农场 那前两天过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排队 今天还好没什么人排队 你怎么不戴口罩呀 你的口罩呢 口罩呢 口罩 那口罩打火 好吧 每次只能够进一两个人 所以要在门口等 农场外面还在卖蔬菜的时候 怕天太热 那鸡蛋都涨价了一点 那也正常了 大叔去拿咖啡现在都在门口了 不用进去 路上还是有车的 这是在罗兰港的一家大中华超市门口要排队 后面这个穿格子衬衫的 他不肯戴口罩 然后管理人员说你不戴口罩你就不能进去 我就送了个口罩给他 物资还是很丰盛的 买一些冰冻的菜 买一些蔬菜 那蔬菜呢 大中华超市都很新鲜 而且价钱便宜 冬笋才399一磅 茄子4毛8一磅 西兰花4毛9 都算是很便宜了 火龙果前一阵499599 现在才9毛9 番茄也很新鲜 我买了不少蔬菜 没逛多久已经装了一车的蔬菜了 鱼片也很便宜哦 才299一磅是特价 我经常买这个龙鳞鱼片 回去做藤椒鱼和麻辣鱼 那如果是买这种鱼片 买这种整条的鱼呢 我会看是不是野生的 我几乎都是买野生的 尽量不买养殖的 价格上都会飙着的 买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好了 这个黄鱼很好吃哦 价钱也都不贵 大中华就是价钱很合理 比大华要便宜多了 所以有时候宁愿跑得远一点 这里品种多 价钱便宜 它圣鲜的海鲜也挺便宜的 品种也蛮多的 我今天买了一些 梭子鞋 我们上海人说梭子鞋 这里叫青花鞋 我忘了多少钱一磅了 看着挺好的 回去清真 里面还有汪 然后排队的时候呢 它是要求你在蓝线后面等 保持距离 所以你看到超市里人也不算多 我后来买了 花了165块 现在接着去另一家超市 叫海鲜超市 现在是下午4点出头 明显海鲜超市人要多一些 可是价格比大中华还要再便宜些 水果都很新鲜 葱居然是9毛9 8把 鲜菇也很便宜 399一磅 我还买了冰冻的豆腐 牛尾呢 它平常是499一磅 今天799我就没买 买一点炒牛肉 它的肉都是温体猪肉 没有冰冻过 所以它的肉都特别的新鲜 我很喜欢这家的野的 黑的五花肉 黑猪肉 特别好吃 那炒牛肉是4块9毛9一磅 那平常还会买一些 北极虾 北极虾是甜的甜甜的 孩子们很喜欢 是熟的开水烫一下就好了 那是卖599一磅 经常是让工作人员帮我去里面 仓库里拿整箱的 11磅才499一磅 Thank you 这家超市呢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多都是大体积的批发的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地方囤的话 你买大袋装就会便宜很多 我还买了一只冰冻的鸭子 过两天做做盐水鸭 那这网红的冰淇淋 这里要卖9块9毛9蛮贵的 结账要排队 差不多要排个10分钟左右 我也买了一堆肉啊 买了一些年糕 鸭子 结账的时候也差不多是160 还算是挺划算的 买了一整车的东西 冰箱里塞足我就新定了 回到家火速做了我的四宝买晚餐 好了今天的采购就到这里 谢谢你陪我 祝你每一天都喜乐平安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愿神保守你